一行机第三个任务相对要简单一些 依然是老规矩 先测评任务奖励 做完第三个任务可以领取一颗爱心 可以兑换一个鹿面具 需要44个白蜡烛 这个面具应该是鹿吧 看着挺像的 同样黑天的时候 面具蓝色部分会反光 还是说不建议过早兑换 机械结束依然能换 蜡烛少的还是推荐先换复刻 然后是任务攻略 任务地点在云野隐藏图 两个水池中间的沙地上 进取之后是黑夜中的山洞 点燃着很多篝火 到洞口的话还能看到日食 挺漂亮的 依然是每个小时的整点 15分 30分 45分才能开始任务 任务是收集地头上出现的面具 只要进入面具照亮的范围就行 面具变白算成功 会给一些烛火 任务过程中会同时出现很多面具 有些面具是移动的 这种的需要大家跟着跑才行 每个面具都有时间限制 没有及时收取的话会消失 正日服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因为玩家会很多 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只要在一个小范围内待着就行 面具是有固定的出现点 每个人手几个很快就能完成 任务玩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人多的情况 大家收集面具 把光盘拉满 这种方式会很快 一般处于正日服的季节中才行 另一种是等进度条走完才行 大概需要七分半 这种一般是季节后没什么人做任务才会碰到 对比季节季任务 所以大家尽量季节中把这个任务做了 任务做完后 中间也会出现很多烛火 然后本期就到这了 接下来是任务CG精简 球赞去关注 感谢观看 下个视频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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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